直着这地方产生了八个特点 导致身体有极之好的医疗功效 第一,因为负尼子有这个现象 所以由呼吸到吸收是有极大好处的 事实上亦因此 所以负尼子发觉在很多疾病当中 是对肺病、烤喘病 是最有直接的最大疗效的 即说没有任何他能够医的所有病 是及得对肺病那么好 它在说只剩24小时内就会改善 如果你去用它 而事实上 我们要知道 很可惜的是 因为负尼只靠80%是我们的皮肤吸收 20%是肺呼吸的 所以我们要懂得用1、4、2的呼吸方法 导致这20%的吸收更多 因为如果我们不懂得闭气 忍着一会儿 如我上周说 负尼只没办法大量在肺底部 去融入你的血液 或者寄着静电反应 将它的负电子给予你的血液 所以如果你用1、4、2的呼吸方法 你可以大量提升 不只是吸收20% 甚至可以超过50% 负尼只寄着肺呼吸 就不只是靠皮肤 而如果你能够大量由肺吸进去 当然你记住我现在说的所有疗效 都不是用这种呼吸方法 就这样对着肺炎 只是普通呼吸 但如果用这种呼吸方法 那疗效就会更加给他们发现的惊人 因为他们发现原来负尼只进入呼吸道之后 它通过机械或者电河的刺激 是使得我们的神经兴奋 通过一系列神经反射而产生作用 而实际上原来呼吸道和肺里面 有大量的迷走神经 就是迷走神经的纤维分布 而当受了刺激之后 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炎脑 迷走神经和呼吸中枢 而这会使得我们大脑皮层的功能和脑力 就是脑的力度活动加强 使脑组织的氧化过程的力度加强 使脑组织是获得很多氧气 而我们知道脑是用来修复和修补我们的身体 维持我们自己潜意识会做的各样的运作 所以如果脑一充足的氧化 它就100%运作 而100%运作其中会做的就是会修复和修补我们的身体 所以它自然就只是这样 已经开始医治你的身体的病了 你的脑 另外腐尼脂进入呼吸道之后 会能够引起一连串的生命中枢反应 是直接影响 因为它直接接触我们的鼻子 鼻涕膜 咽喉 在这些地方有大量的三叉神经 而它们的反射会引起各种系统的生命反应 而另一方面腐尼脂可以透过我们肺泡的皮层进入血液 会使出血液的酸性得以中和 而进而产生一系列的反应 都是因为负尼脂去引起的 我们发现在这些实验当中发现 我们很早上个月都已经说了 就是呼吸少量的负尼脂只是30分钟 不是大量而是少量 少量的负尼脂30分钟 已经可以使出肺吸收氧气的量 增加20%以上 排出的二氧化碳的量是增加14.5% 所以这一连串的反应 只是少量的负尼脂 已经可以达到这个现象 而它能够吸收氧气 如果我们吸收大量的负尼脂 就增加更重要了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量可以一直升上去 你的身体能够吸收氧气的量 一直升上去 因为原来大量负尼脂就能够去到我们的血小板 因为原来我们的血小板 是释放一种物质 很复杂的 我不说出来 释放一种物质 是阻止细胞对氧气的吸入 而导致细胞缺氧 但当我们吸入所谓大量 就是说少量 就是能够增加肺的20%以上的 大约是100粒负尼脂 原来我们只要吸入800粒负尼脂 800粒负尼脂 CM立方 已经可以减少这种物质释放 甚至是停止它 而导致细胞能够吸收氧气 800粒 不是800万粒 明白吗? 所以在想 负尼脂的功效是很可怕的 就像上周我说的 76.7粒负尼脂 已经可以使得潜艇的人 就可以解决他们自己的那种疾病 在潜艇下面的那种疾病 其实是肝屈的病 其实就是中医所说的那种疾病 并且另一方面 它能使得我们的血管扩张 所以它能够降低高血压 它也减低血的阻力 而减低血的阻力所产生的酸性 也可以解除动物血管的竞联 所以可以防止爆血管 而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使得血液变慢 这种变慢不是因为结的变慢 而是它的流程变慢 就延长了血液在肺吸气的时间 使得加大了血当中的含氧量 也有利于血氧带入细胞里 使细胞吸收 它发觉用了废尼脂之后 而这些全部都是当我们用肺部 去吸入腐尼脂的时候 会产生的恢复和治疗的功效 譬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回到一试 因为我们今个星期尽快可以洗到 因为我会告诉你一些腐尼脂机的资料 所以幸好今天讲整篇 你回去用腐尼脂机 会有一个疗效 你马上知道它为什么会对呼吸道有帮助 其实大家都知道 人类尤其是男性会打鼻汗 很多时候都会打鼻汗 通常老公就不承认 老婆就不承认 老婆就不承认 但是原来我们越累的时候 就算很累的时候 人类也会打鼻汗 就算很累 就算女性也很累的时候也会打鼻汗 所以你回看一些书 你会发现当那人打鼻汗的时候 就会提议你放些鼻腸碳在床头 有没有人听过这件事 举手 摇摇手 举高一点 听过很少 就是你打鼻汗的时候 放鼻腸碳在床头 但为什么放鼻腸碳在床头呢 就不是在鼻腸 其实因为不是那个鼻 不是那个鼻字 或者放一些优质的触碳 放在床头 其实只是因为这两样东西 会释放少量的负尼紫 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负尼紫机 你第一样要发现 你老婆就会爱上这个负尼紫机 因为老公的鼻汗声会急割压缸 这个即时你会见到 即日就会见到 所以变成这个是 你会发现没有再改善呼吸系统 你自己亲自试过 你就知道 就算人家说没用的 未证实的 那么你便自己回去试试 就是这么简单 对吗 并且最强的就是 尤其是你用一个好的负尼紫机 其实在我们刚刚教会提议 你们有四个 四个当中只有一个能够做到这个级数 就是你睡觉的时候用 是会使用你长寿的 只有一个能够去到这个级数 另外三个可以日常用 就是贵的那个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原来好的负尼紫 加上去处理了某些东西之后 其实是会改善你睡觉质素的 导致你会少了一些梦 而事实上会导致你心跳降慢 肺的吸氧量多 你自然就不用吸那么多下 即睡的时候不用吸那么多下 也导致你全身震定震痛和放松 而使得你整晚的呼吸次数大大减低了 如我说过我们有限的呼吸次数 所以每一晚你睡觉的时候 都会使你长寿一些 如果你是好的负尼紫机 但普遍的都一样会帮你减慢 但最好的才是大幅度减慢的 而在你睡觉的时候 已经为你延长了十年命 就是一个好的负尼紫机 如我所说它比较好的负尼紫机 会使得到你大量吸收到的氧 而大量排出二氧化碳 我们的呼吸就是为了这件事 我们的身体下意识 所以如果能做到这件事的时候 你的呼吸次数是急剧的减慢 而一晚比一晚慢 就会延长你自己睡觉的时候 因为睡觉而导致你的瘦数增加 所以稍后会解释给你们知道 有一些是很便宜的 但是一些是它虽然贵一点 但是效用的情况 我就逐个逐个解释给你们知道 为什么会选择这些 为什么会选择这些 如果经济有问题的话 其实最便宜的几十元一个 吃一餐饭的价钱 这些已经是很好的 因为我们一定以它过百万的 负尼紫的级数才会选取